做生意 做生意一定要找一些 要逆視而為 別人不去的你就去 別人說好的你要小心 別人說不好的可能有商機 如果我自己創業的話 我一定要找台灣人不敢去 找那個很遠很遠 台灣人到不了 但我印象非常深刻 這個羅馬尼亞市場 我們的利潤賣給其他國家兩倍 這個就說明了一件事情 這個產業在那邊是 攻擊小於需求 東方要加入CO的過程裡面 在政經的 穩定性上面 這樣的一個轉型 是一個契機 所以最後決定是 在羅馬尼亞設這個點 從這個第一年的72個員工 從原來的這個 塑膠包裝袋的製造商 慢慢的衍生 一路成長到 現今大概4000個人的企業 公司的營業額呢 也從這個一個月的400萬台幣 成長到現在一年 大概60幾年 我們現在在這個綠色集團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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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主要是從事兩種 廢棄物的這個處理再生 一個是針對包裝材的廢棄物 一個是針對包裝材的廢棄物 我們的市占率大概是九成左右 另外的那五萬噸是來自於 像西歐的其他這些國家 針對保特品回收 我們現在已經做到 全歐洲最大的一個處理廠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又處理所謂的這個 廢電器電子 現在在羅馬尼亞的市占率呢 大概70%左右 歐盟有建於說 電器電子是有害的 要建立出一套 集合認證的產業標準 歐盟有建於說 結果你知道他找到最好的廠商是誰嗎 大家是處理廠 就一定要去拿VLabX 這個VLabX的天字第一號證書 就在我們工廠 在東歐做這個生意 是沒有供應鏈的 我們必須要自己去創造出一個供應鏈出來 我們要透過我們的工業平台 去支撐我們 特有的 回去收平台 那這個不會收平台就是Sigarette 包括我有支援車 我們有APP可以叫車 我們有Sigarette Prime 在Shopping Mode停車場 快點 百姓來Shopping的時候 順便就把資源帶到哪裡去 換折價券 換成捐獻 換成捐獻 透過駕金的觀念 讓百姓可以去對價 一支寶特瓶 我可以對台幣大概四角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才能夠完成 這是Clos Loop Business Model 我們現在就是有一個 first mover advantage 我們現在就是有一個 first mover advantage 已经节省了多少 我一只保特瓶可以省60g的弹圈 你可以去集点去买摸彩券 你可以去摸到一台电动汽车 我把我驾驶链往上推 推到百姓的时候 我这中间已经不存在任何的中间商在剥削了 2017年开始 罗马尼亚第一次要开征 有百岁的 所以对这些资源物来讲 跑到地底下的机会就会降低 所以我的事业未来是看长的 因为我还有一年十万吨的跑到比 在地底下等着我去开发 经过了18年的认证 已经很确定了当初选择是对的 如何使用产免的 Jos Schl indo by broth3rmax ler